今天晚上第一则画面 你来看看 这让我们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爱说好轻 我都爱听好脸 没差几次是差很多 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在台铁成功站 他们在5月19号发生了断轨 第一时间 回报说这个断轨的长度 三四公分 结果后来一查 运安会说怎么得了 居然长度哪里是三四公分 是44公分 那怎么会查这么多 你们怎么回报三四公分呢 结果再往前推 第一时间接到电话 对方是说三十公分 这一头听到的是三四公分 当海呀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呼啸而过的列车这么多 怎么办 万一出事的话 还好谢天谢地就这么过了 原本应该平整的轨道 竟然从钢轨面列到底部 断列44公分 竟然还让火车高速通过 回报说 他目视觉得是三十公分 但是接到电话 听成三四公分 这是误报 时间拉回到今年三月三号 台铁成功站路段 公务段人员发现钢轨 出现三公分裂缝 当时紧急线余微板 加强固定 却没有在当晚换钢轨 就这样一直过了两个多月 5月19号晚间6点59分 编号32184区电车开过去 突然出现重大撞击声 司机员通报后 紧急派人巡轨检修 发现钢轨断了4水4公分 而就在晚间7点27分 紧急封锁前 还有一班举光号和普悠玛号开过去 享受在9点26分 才恢复正常营运 运难会还发现 台铁晚了10天才通报 惊吓到我们每一个人 就整个裂掉44公分吧 认定重大铁道事故 成立专案小组调查 而台铁发声明捕破网 针对断轨 台铁新僧断轨处置SOP 当发生断轨时 不管是行为还是严重 当天晚上就必须要抽换轨道 局长他今天说要重新制定SOP 那你以前的规定到底是放在哪里 对 难道台铁这二三十年来 都没有相关比如说轨道断裂应该的 SOP的处理过程 可以防范的巡轨车 记录上三月起也多次巡过 偏偏现有的巡轨车已经过期十年 买新的验收11次过不了 普悠玛事故建满两周年 又发生断轨通报不时 难保不会有遗憾再次发生 东西新闻李文庆张一辰 在台北采访报道 七人坐休旅大抢势 这样车子号称 这个座椅能够打三排 问题是最怕后面的第三排座椅 坐起来KK不够舒适 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带大家用坐的用躺的实际来大比拼一下 到底哪一款车子空间才是真正大 后排座椅想要怎么做自己调 往前往后能滑移13公分 先位置不够多拉杆一拉轻松变出第三排座椅 后箱空间竟还能再塞一个高尔夫球带 小旅车大因为一擦几七个人 但是空间表现如何呢 以我现在坐在第二排中间的位置来说 其实头部和西部空间表现都还算相当优异 就算旁边再多几个人 现在七人满座楼也不会觉得太拥挤 看完进口帅气修率 再来看看三菱之台国产长青款 要比达空间的灵活运用 每次都坐在车内讲 没意思 今天我们就要来点不一样的 直接打开后车厢 用躺的躺给你看 23排座椅倾倒后 容量来到1628公升 什么概念 175公分的男生 要躺要坐都刚刚好 还标配房夹的电动尾门 一样主攻家庭客群 必要的时候它可以三代同堂 它可以使用七个人 这个是备而不用的一个状况 其实是对于消费者来讲说 花一样的钱 甚至只是加一点点钱 但是拥有两种不同功能车型的车种 对他来讲说 会感觉是CP值来得更高的 一个 两个 三 四 五 怎么还有啊 一口气蹦出七个人 纳字节这台四米七长 车格不算大 但省力一件青岛后 原来后头还有第三排座椅 要载人载货都能灵活运用 后面多功能 甚至可以符合这个安全标准 甚至是有拿到发明专利的一些 这种所谓能够 类似扶子车类型的 这个轮椅载具的工具 这是对于市场上面 比较独特的一个存在 休旅车当道 七人座有超大空间 搭上高科技趋势 依旧是最大卖点 动物森林新闻 我们配于刘子腾台北 看见洋葱机你转我转 结果有民众拍到 把手被转坏了 断在一旁 这画面让网友大叹 是用生命再转吗 还是当成健身器材 甚至有人说手腕太强 结果断臂 背后一定有洋葱 连阿中部长也被扯进来 因为上面明明有血 要顺时钟转 却非要逆时钟 重回美食卖场 洋葱机把手已经装回去了 碎洋葱到底有多受欢迎呢 瞧瞧这位小姐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短短几分钟内 来来回回加了五次洋葱 手中的蛤蜊浓汤 瞬间变成洋葱汤 因为美食卖场 免费提供洋葱酸黄瓜的 所以会出现像这样的画面 拿起饮料杯 但不是走向饮料机 而是往酱料区 开始转啊转 原来他用纸杯打包洋葱 直到装满才满意 装这么多啊干嘛 没有啊 这样带回家用吗 带回家吃的 700cc容量的饮料杯 装满一杯 大概也有一颗洋葱的份量 卖场在饮食区内 提供酱料配料 让民众免费添加 却偶尔会看到像这样 拿铝箔纸包碎洋葱 还有人用塑胶袋装两大袋 正常啊 别人都觉得看小便一样 你这样好像感觉蛮丢脸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那几块钱 或许就是要装得多 也要赚得多 才会让机器把手被转坏 董事新闻在台湖岛 天气慢慢要转凉了 欢迎加母鸭登场 来看看这真的是扎扎实实的 甲后倒休不 来看这个主人翁呢 他原来是这个药物的药厂业物 本来身体不太好 特别是干啊 不太舒服 就中医师就建议他说 你可以食补啊 他慢慢吃慢慢吃 吃到身体有感觉 好像有病比较好哦 后来他灵机一动 想说这个食补 如果搭配这个加母鸭 把它combine起来的话 可能也是不错 慢慢一试一问试之后啊 哇消费者一吃成主顾 他就慢慢转型 转到后来居然变成了 加母鸭品牌的龙头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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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东陵进补就是要羞呼呼 乌森鸡一上桌 年轻人争相抢食 我觉得这个鸡汤味道很甜 然后就是有中药味 然后淡淡的中药味 就不会说太浓太死这样子 然后这个肉质也很好吃 它真的很优味 冬天最不可或缺的食补 还有这一锅 花式饭一上一下锅 这是姜母鸭 那我们姜母鸭有三种吃饭 那就是一开始上锅的时候 它的汤是酒味比较重 就是酒汤 可以先喝喝看这酒汤 酒味蒸发了 那就变成是姜汤了 会非常好喝 然后最后再放到高丽菜下去煮 那汤会变甜汤 酒汤 姜汤 甜汤 一锅姜母鸭可以品尝三种层次的汤头 我已经来这里 已经吃了一碗而已 因为它的肉还很Q 尤其冬天到 你如果怕冷笑冷的人 来吃还爽好 尤其我最近 冬天都会感冒 所以我都会吃你吃菌 35年的老味道 老顾客已吃20多年 三不五时揪团补生 吃在嘴里 暖在心里 而这不变的好味道 从挑选鸭种就很讲究 我们一定要选 公的红面翻鸭公 是因为它的皮薄 肉厚又耐炖煮 然后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那我们红面翻鸭公就是 最少要养殖120天 那它的整肢才有差不多五斤重 红面翻鸭公 规格化一定得饲养120天 体重得达到五斤重 老姜也是精挑细选 这个选姜上面要选 一定要选一年以上的那种老姜 才会够辣 够呛 然后吃的时候才会从心里 这样暖出来这样 腼腆的邓永渝虽然年纪轻轻 才25岁 已经有七年资历 现在是姜母鸦分店店长 从高中时期就在这里打工 因为爱上这一位 宁愿舍弃营造小开的头衔 让从事建筑业的爸爸非常伤心 跟爸爸曾经有家族革命吗 真的是革命很久了 革命超久的 为什么 爸爸为什么反对你做这个 他觉得这个 我不知道 应该也是把他想要回去帮他 我有回去 但是能力不够 没有办法 邓永渝谦虚地说能力不够 但其实是不喜欢碰冰冷的建材 反而喜欢有温度的食材 但这一整锅的鸭肉 大概有十斤重 得炒上一个小时 让肉充分沾染薑汁和麻油香 看起来确确残 却不会太柴 背力不够的师傅可能会吃不焦 而邓永渝一开始也花了两个月 才把炒制的功夫练好 经过一个小时的翻炒 还得再放入压力锅 让鸭肉更软嫩 因为我们要用七鸭的原理 然后把肉汁锁在里面 另外一个是能让增加烹调的速度 然后让客人不会等这么久 其实这间1981年成立的老店 创办人是人称姜母鸭大王的田正德 竹北的农家小孩 靠着客家的应景精神 从药厂业务做起 拼到成为台湾连锁姜母鸭品牌的始祖 到现在全台分店超过70家 他的肝不好 我就听他自己讲 肝好像是所谓的纤维化 对 然后身体很虚 所以那个就认识了中医师 给他一个这个配方 师傅的配方 他吃得非常美味 他觉得真的很好 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不能让大家都知道 也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东西 他在创立这个姜母鸭 用古早人情味通煮美味 业者用一斤鸭四两香搭配中药材 熬煮出帝王级食补 就是希望让更多的消费者有口福 虽然田正德已经过世 但创办人坚持的口味和精神 35年来不曾改变 他只教我们说要认真的做 要用心地做 你要自己要愿意吃 你才可以卖给顾客 就是这一份用心 让消费者吃得到食材的成立 而跟传统姜母鸭业者不同之处 还有用餐环境的设计规划 我们希望我们不是单纯 只有卖姜母鸭 我们要传承的是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食补的智慧 然后要传承的是台湾这一份浓浓的冷情味 其实随着时代的进步 消费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的 以我们的店面来说 我们一定都有冷气 那其实在天气稍微热一点的时候 你也不用担心吃姜母鸭这个锅品 会这边流汗 这边流汗 贴近消费者的需求 业者打破了姜母鸭只能冬天吃的迷思 让帝王级的食补一年四季都能飘香 什么叫做面子工程 下面这个就是了 中国大陆贵州有一个建河县 曾经被列为是贫困县 也就是要去扶贫的对象 现在居然传出了 花了三亿元打造了这一尊是什么 这个是苗族女神像 名字叫杨阿沙 三亿够大一笔投资还不够 他还要准备再砸台币五十多亿 打造更大的观光景点 很多人都说 那这不就是打肿脸冲胖子吗 树立在山中俯瞰山河城市 散发一股壮观的女神气势 这是位在大陆贵州建河县高达88公尺的 苗族杨阿沙女神像 世界上最大的苗族女神杨阿沙 雅像的当初 不仅为建河天真了一项实际记录 同时也向全世界宣传了杨阿沙文化 不过这座受当地民众敬仰的神像 却引起不少争议 因为建河县曾是贫困县市之一 直到今年三月才退出贫困县的名单 但政府却在2016年11月 开始动工新建仰阿沙女神像 雕像材质全是补锈钢制 耗资8600万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将近3亿8000万元 还有资料显示 当地政府甚至为了振兴观光财 赤资12亿人民币 也就是台币50亿元 开发仰阿沙温泉小镇和主题乐园 就让人质疑政府不惜用巨资 体验世界第一的优越感 痛批还不如把资金用在扶贫 中国的经济问题还不止这一项 镜头转到北京 一摊接着一摊 明言不绝的摊位占满整个街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6月开始 两度鼓吹地摊经济 这个政策当时却被北京当局 以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为由反对 并且严格差处违反摆摊 不过现在北京六个部门 突然转向准使地摊出现 最后专家认为 这说明中国经济现在确实 因为疫情美中贸易战等因素 处在一个相当严峻的情况 才让北京当局政策出现变数 东西向远江一清另外一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